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关晓彤翘克成为过去时,网友,感谢院长。 日前,媒体报道,由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指导、刘夕阳、张一山、杨子、关晓彤等主演的电影 一纸婚约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首映礼,主演、导演张辉与刘夕阳、赵军、那人花等亮相 关晓彤作为主演出席 交流中,而电影的另外两位主演杨子、张一山未能到场,不过两人都录了视频支持自己的老师同学 杨子回忆了大学四年的纯粹时光,表示非常荣幸在毕业之后还能和校友 老师们一起合拍这样一部戏 她和刘夕阳是极要好的闺蜜,对学妹关晓彤,她也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虽然,电影《一纸婚约》讲述了女主角叶子、刘夕阳是,为了买房和男朋友李超、张一山是,结婚 不惜与大学教授王峰、张辉氏、假结婚 看似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却遭遇男友移情别恋 这令叶子万念俱灰,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 与此同时,王峰因为一场意外成为了植物人,而此时婚约还未解除 面对瘫痪在床的半路夫妻年轻迷茫的叶子将何去何从 影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都市年轻人婚恋的状态 但是从网友的反映,对片子的质量却没有引发太多的议论 反而由于关晓彤的出现,再加上张院长对关晓彤同学的夸奖,引来不少议论 有网友说,这哪里是首应礼,整个是一个漂白关晓彤,翘克,记者见面会 还有网友说,关晓彤终于没事了,用不住留级了 甚至有网友说,关晓彤校外的所有活动,都是经过了院方同意,本来就不存在违反校规的问题 也有网友说,之前那些黑关晓彤同学的,大都是羡慕妒忌在作祟 对关晓彤同学,张院长表示,我们对晓彤这样的学生是会有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划 艺术教育一定要因才识教,晓彤如果有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学校是有空间给他的 对此,不少粉丝表示,感谢院长的澄清 也有粉丝跟帖说,我家关晓彤就是最棒的 前一阵子,围绕关晓彤的话题注实有点多,先是他入选巴比娃娃被称不配,后又因传出参加跑男 第六季首期录制,结果却遭网友吐,谁去都行,就是不喜欢关晓彤 在有疯传的传出所谓的北电会议研究讨论关晓彤是否该留级处理 结果对关晓彤校方究竟怎样的处理,决定我们始终也没听到校方的意见,倒是这回张院长一席话算是比较官方了 小编辑的,对关晓彤教课提的最多就是关晓彤会因此而留级吗?现在看来是不会了,因为张院长说,艺术教育一定要因才识教,晓彤如果有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学校是有空间给他的 尽管当初很多网友都搬出校规,2017年入学学生在校期间不允许参加任何学校以外机构签署的任何经济合约,除在校实习期间的拍摄 但是也有网友说,现在热播的关晓彤的影视作品,都是关晓彤入学前签署的,并没有违反校规 对此我们从一些影视剧开拍时间也不难做出判断,所谓俏课应该是指入学之后的行为 但也有网友提出疑问,制片商和制作公司,可以绕开校方直接与在校生签约吗? 在有关晓彤参加联合国会议等公益活动,难道也不是北电同意的? 甚至有网友认为,关晓彤如果真的有问题或,俏课,他的班主任和系主任是不是也该承担必要的责任?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艺人,在入学前就与其他公司签约了 关晓彤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关晓彤作为娱乐圈的当红花旦被高度关注情理之中 尤其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后,关晓彤就成了许多年轻人榜样 什么国民好规律,从此关晓彤就一直被试励志的姑娘 可以说上了大学后,关晓彤越来越红,自然,他的档期就更多了 这就意味着他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虽然当时也有人说,关晓彤还真不是一般的违规 但是小编不以为然,因为在传出关晓彤俏课不久 关晓彤就主持北京电影学院,第十六届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 如果院方当时真的认为关晓彤是问题学生 那么就不该由来支持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活动 当时,围绕关晓彤该不该留级有两种意见 一是有网友认为,在学校学习也是为了如何拍电影给观众培养好演员 关晓彤只不过在实践中锻炼演技 另外一种看法是作为学生就应该遵守学校的规定 想拍信为什么不等到毕业之后再拍能 对此小编也有看法,其实围绕关晓彤俏课是否蹲班或留级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的校规是否契合实际,能否保证明星学生和校方取得共识以实现双赢 再说校方就真的忍心让关晓彤成为蹲班生吗 因为,即便翘课有错,但错误这锅也不该由关晓彤一人来背 虽然这场《一纸婚约》首映里,谈到关晓彤有些跑题了 不过小编没觉得偏多少,因为只有证明了关晓彤没事人们才能端正心态 评评关晓彤同学在《一纸婚约》的表现 这是关晓彤和导师、学长、学姐的北电作品 小编还是蛮期待的 随意图片网络 小编还是蛮期待的